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有錄好影片了對不對 現在的話我們就要來把這邊 這裡我就先關掉 我們要把影片來做一點剪接 因為OBS它本身沒有影片剪接的功能 它很單純就是錄影而已跟直播 那你要有這個的話 我們這邊已經幫你們 大家把它裝好叫ActivePlanter 這套軟體 你可以點兩下打開 有中文所以不會有語言的隔閡 進來之後我們在中間這個地方 有沒有叫興建工程 反正就是新檔案 我們現在就告訴他我要一個完全空白的 完全空白 當然其實老師如果要做影片的教材 你想要從PowerPoint直接叫進來行不行 可以也可以用這邊 比如說我有10頁的簡報 它就把每一頁都變成一張投影片 那你就負責做旁白 了解 這個軟體也可以錄旁白 單純錄旁白 你就不想要現聲嘛 你想要現聲就好了 對不對 我錄聲音按你聽就好了 這樣也是一種教材啊 這樣也是可以 那我現在用空白的 好 那麼 剛剛我們是有講說 這裡有這個尺寸 現在大家就比較明白了嘛 好 那我們用那個1280就好了 好1280這個 好 你選好它的大小 還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到底有多少張幻燈片 這個它這邊的幻燈片就是我們PowerPoint的投影片 你如果設0 待會進去還要再新增一個 如果這邊有設1 待會進去就1張 好 那上面這個名稱啊 跟存檔的位置就看老師 看你要放在哪邊 好 要叫什麼名字 比如說這個我叫做 OBS影片減集這樣 好了我就按下確定囉 好您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了 進來就感覺了 但是預設啊進來 這個地方 你可以來按一下 就是這個有沒有 右下角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你沒有來這邊按一下的話 假設你做的影片比較大 你可能會發現 欸奇怪 像我這樣 我有按下去有沒有會自動收放 可是如果我沒有按的時候 當我靠的 現在這裡 拉大 有沒有這樣就跑出卷軸來 比較不方便齁 所以平常我都是這裡有按 它就看你的那個內容 這樣了解了 那我們要做影片剪接的話 很簡單 你可以從這邊 剛剛如果您錄好的影片 放在哪裡 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一般都在這個叫做文件 應該是影片裡面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剛剛錄影的會放在這邊 就是您從左手邊 快速尋取 尋取 找到這裡 好找到之後呢 你就把它按著丟進來 我都教比較人性的嘛 哈哈 你就不要管它怎麼樣 這個丟進來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但是進來它那個位置沒有剛剛好嘛 所以你就把它按著 拉拉拉拉拉到這邊來 有沒有對上去了 它就自動收放了 因為剛剛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它會把它兩個一起嘛 所以我像這樣把它拉過來 放好 這樣就可以 因為錄的影片尺寸 跟這個是一樣的 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樣放下 如果萬一真的不一樣 你可以再縮放一下 也可以 好 那您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時間軸 那我們從音量也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 你現在這個影片的聲音的大小 聲音大小 如果你的音量想要做一點點調整 可以來這個地方 點到它這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喇叭 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這裡就可以做 比較大聲 比較小聲 我先把它放小聲一點 點旁邊 有沒有馬上就縮小了 好 這邊馬上就縮小 所以音量 因為有些時候 老師可能離麥克風比較遠 或者是你的麥克風的收音比較差 我們不得已 當然最好方式就是設備是好 後製的都是不得已的 才要做 因為你真的音量太小 就有點類似我們那個什麼 圖片太小張 你硬把它放大一樣 比較容易會有那個雜音 相對來講比較容易有雜音 所以盡可能減少了 但是不得已真的有發聲 你就給它下去就對了 好 那再來 如果你要影片快轉 我們剛剛不是有那個嗎 因為那是過程嘛 好 所以快轉 你點到這段影片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人 這就是影片的播放速度 好就是影片的播放速度 所以你按一下 它預設是200倍啦 不是200倍 就200倍成2倍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 嗯 我剛剛講太多了 反正這個不是很重要 我用4倍的速度播放一下 你就把它按下確定 速度比較快的來播 影片是會變短 相對說你變慢就會怎樣 就會拉長 好就會變成慢動作 我們講的慢動作 所以你就可以先play看看喔 那聲音很顯然一定會變這樣 快轉就變這樣 啊請問慢轉耶 哦 我素蘭大俠應該知道嘛 快俠 那個電影有看過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哈 那個最近的那部電影呢 你如果變慢它就 哦哦哦哦 就是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像這樣子 那它剪接的功能 其實是在上面這裡啦 就是這一段 有沒有剪接功能 好有剪接功能 那這個呢 因為時間已經超過了 所以等一下要先吃東西再說 哈哈哈哈 好這個我就待會兒我們回來 再來跟大家介紹這樣好不好 OK OK OK